男女过夫妻生活多久一次合适呢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说这个话题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你们男人一定要搞懂一点 他可能关系到你们的婚姻幸福 首先这30岁以下 一周至少是要交流两到三次感情 如果说是40岁以上的女人 那次数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 更注重的是质量 因为到了40岁以上的女人 他们已经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会变得更加的感性 更加的在乎感觉 但是如果说你的氛围感制造不到位的话 就是不管你有多么的努力 对她来说都不会提起兴趣 所以有一点我还是必须提醒你们 就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你们要知道 女人对气味是很敏感的 当你们在进行心理触碰的时候 哪怕你身上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 都会让她兴致全无 所以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入手这一款 咕咙香皂了 你可以用它来洗头 洗脸 洗澡 都是可以的 它的成分温和 洗完澡 全身清爽又不紧绷 而且它还会散发着一股 淡淡的咕咙香味 而且这个香味 它可以让你的感情迅速升温 你刚靠近它一点点 它就已经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 那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呢 现在厂家也在做活动 我觉得每个男生至少要背上个四五块吧 左下角赶紧去抢吧